职场新视野 改变新观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乔美伦老师 欢迎您收看我们职场新视野的节目 今天我们职场新视野有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以小博大 我们常常看见我们刚刚开始在职场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所承担的往往是很小的一个区块 可是在小的区块中间 我们究竟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小的责任 往往影响我们将来能不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 好像在新约圣经说 你在小事上忠心才能够把大事托付给你 今天我们思想以小博大 我们会用圣经在诗诗记里面 一位非常著名的诗诗 就是诗诗记里面的第一位诗诗 阿陀涛涛来作为我们思想的一个范本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阿陀涛涛其实在圣经中间 不是非常的知名 可是他却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岳父 他的岳父是谁呢 他的岳父就是迦勒 当我们翻开约书亚记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迦勒的角色 迦勒其实是非常鲜明的 迦勒跟约书亚是两个最早摩西当时候所拆派出来的探子 进到迦南地去窥探迦南地 最后他们带了非常大挂的葡萄出来 那来回报说 哇 这个应许之地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 可是呢 看到葡萄这么大 他们就说城也很高大 人也很高大 特别他们去了西伯伦这个地方 他们发现那里的主长可以被称为是伟人或者是巨人 也就是特别的高大 所以呢 他们回来的时候呢 其他的十个探子都爆恶性说 哇 我们他们是巨人 我们是这个诈猛 我们完全没有力量跟他们争战 可是我们都知道只有约书亚跟迦勒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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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足可上去 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足可打下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当时候百姓就哭成一团 那他们拒绝要进到迦南去 在这件事情上面 上帝就做了一个决定 第一代出埃及的这一群百姓 他们的命运就是在旷野四十年之后倒闭旷野 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就是约书亚跟迦勒 因为只有这两个探子说 我们凭着信心绝对可以得到应许 所以我们对迦勒的印象是非常的鲜活的 在约书亚记的时候 当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之后 迦勒首先就来请命 他说我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了 可是我还是跟四十年前一样非常强健 所以请你把上帝应许给我的那个土地给我 那个土地是哪里呢 其实就是西伯伦 西伯伦这个土地是 这个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 第一个我们会发现列祖亚伯拉罕 他们早先就是居住在西伯伦 后来列祖都埋葬在西伯伦 所以西伯伦对以色列人来讲 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可是我们也知道西伯伦是最艰难的一个地方 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 他说有三个组长都是又高又大 完全好像打不过他们一样 而且西伯伦是在整个以色列的南边 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那迦勒就来请命说 我要把这个西伯伦 把它征战下来 因为那是上帝应许我的 上帝不但应许我可以进入迦南美地 上帝还特别把我当年脚掌所踏之地 西伯伦赐给我了 那我们从这个约书亚记里面 我们就看到后来约书亚果然 就把西伯伦拿下来了 可是西伯伦拿下来之后还不够 那为什么呢 因为马上他们就面对另外一个挑战 而在这个另外一个挑战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阿陀涅这个人 他就出现了 我们看见他首先就是从小事开始 他参与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 而且经历了得胜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我们如果来看约书亚记十五章 十四节这个地方 迦勒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 士塞亚希曼达玛 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 也就是说在西伯伦的西南方 还有一个小的城市 这个小的城市呢 从有一些人从这个 后来研究讲底壁这个字 它其实跟在西伯伦文里面的话语 这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根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底壁这个城市 对西伯伦而言 它其实原本的一个地位就是一个文书之城 或者是商业之城 就是当时候很多的这个文书啊 记载啊 契约啊 可能都是在底壁这个地方来发生的 所以呢 就是在亚纳族占领西伯伦的时候 底壁都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了 那现在西伯伦是已经被打下来了 那底壁还没有拿下来 这个对西伯伦来讲 其实就好像如芒在背后一样 好像是并不完全的安全 所以呢 当迦勒打下了西伯伦之后 他就问说 有没有人可以去把底壁帮我拿下来 约瑟达纪十五章十六节这个地方 迦勒就说 谁能攻打激烈西伯将城夺取 激烈西伯其实就是底壁 迦勒挑战 有没有人把底壁帮我拿下来 我就把我女儿压萨给她为妻 这是一个悬赏 那奖赏是什么呢 奖赏是迦勒自己的女儿 那我们会看见 果然迦勒这个犹大族里面 他的一个子子 就是厄陀涅这个人 他就出来说 我可以把底壁赶他拿下来 所以我们知道厄陀涅 这就是厄陀涅的出场 他第一个出场 第一场战争 就是一个得胜的战争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迦勒拿下 西伯伦是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征战 好像底壁拿下来 只是一个比较小的征战 可是我们会看见 厄陀涅就是从小的征战 他就开始来经历 上帝的得胜在他的身上 当他把底壁一旦拿下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西伯伦跟底壁之间 应该有一个所谓的联动的关系 当底壁一拿下来的时候 整个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南部 就非常非常的稳定 很多成功的人士 其实对他们来讲 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 当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有一个跟他信仰相同 心智相同的妻子 可以彼此连结的时候 那个对整个一生来讲 是一个加分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会看见 对厄陀涅来讲 就得着底壁 得着贤妻 那在约束亚纪十五章十八节 亚撒过门的时候 劝丈夫向父亲求一块田 那亚撒一下驴 加勒问他说 你要什么 给亚撒做嫁妆 亚撒就说 求你赐福给我 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 求你也给我水泉 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我们看见亚撒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妇女 他看见他的先生已经开始 展露头角 对整个他们的犹大支派 非常的有贡献 之后他们也自己得了他们的地业 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西伯伦跟底壁都是偏南的 所以在水资源上面是缺乏的 所以他说 父亲既然你让我们在比较南边 等于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厄陀尼也就会变成是 有点在守南边的大门的感觉 那既然他们守的是 最艰难的一个地方 他说请你 而且是也是 可能天然资源 不是最足够的一个地方 可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他说请你把上泉下泉赐给我 把泉水赐给我 那也有可能是 就把西伯伦那个附近的泉水 倒到更南边 让他们的这个产业 是可以维持得很好 接着我们就会开始看见 厄陀尼也开始进入建立 影响力的一个情形 首先我们会看见 犹大支派在所有的支派中间 成为一个非常强健的一个支派 到了诗诗记第一章的时候 约书亚死后 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 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 与他们争战呢 耶和华说 犹大当先上去 我已将那地交在他们手中 犹大支派既出了迦勒 上一代的领袖 又出了厄陀涅第二代的领袖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整个 拿下迦南地的这个过程中间 犹大支派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奋勇 非常有能力的一个支派 有的支派没有全部得着他们的土地 可是犹大支派几乎是 把他们该得的那个地业 全部都得着 所以我们会发现 厄陀涅等于成绩了 这个迦勒成为犹大重要的一个领袖 而我们知道接下来 犹大支派就是一连串的得胜 在诗诗记第一章第四节说 犹大就上去 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西人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在比赛击杀了一万人 攻打了非常多地方 最后他们甚至在当时就已经把 耶路撒冷拿下来 而且我们刚才讲说 犹大支派一直都是南 蛮方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支派 因着从迦勒到阿陀涅 这个继承是非常好的一个沉船 当我们看见犹大支派 他们的这个沉船非常的稳定 从迦勒沉船到阿陀涅 这个沉船非常稳定的时候 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的南部 就非常稳定的安定下来 那这个安定下来呢 就使得其他的支派可以到北边 继续去征战 去得着他们的地业 所以我们会发现犹大支派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稳定的一个支派 当然这就是厄陀涅他英雄出少年 他成绩了这个迦勒的一个影响力的结果 接下来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到了十诗纪第三章的时候 以色列他们就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我们都很熟悉 就是当这个迦勒还有约苏亚都离世之后 接下去的百姓他们的信仰就 可以说是不稳定 所以他们开始去拜迦南地的偶像 上帝就兴起很多的外邦的君王 来侠管他们的这个时候 他们呼求上帝 上帝就为他们兴起了士师 而第一位士师是谁呢 哇 第一位士师其实就是厄陀涅 所以我们会看见 来到这个士师纪第三章的时候 厄陀涅开始承担大业 他原本只是从一个小小的底壁之盛开始 接着他影响整个犹大支派 接着他甚至影响整个以色列的众支派 在士师纪第三章第八节这个地方说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米索颇大米王古山 利萨田的手中 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 这是一个从两河流域而来的一个 非常强大而且凶恶的一个势力 那这个君王呢 开始来攻击以色列人 开始来挟制以色列人 第九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 救他们就是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 俄陀涅 我们看见我相信这个中间几十年已经过去了 而在这个几十年的过程中间 俄陀涅原本是英雄出少年 可是接着他可能步入中年 甚至到壮年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能够承担大任 而他的开始只是从一个小小的底壁的得胜开始 所以我们会发现 俄陀涅就成了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士师 而他就带领以色列人来对抗这个非常凶暴的一个外邦君王 而在他承担这个士师的责任的时候 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 其实他是在上帝的恩高之下 诗师记三章十节说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 我们如果翻看整本士师记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每一个士师身上都有一个重要的记号 就是神的灵高摩这些士师 士师的意思其实是审判官 他回到原来的意思是审判官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士师兴起的时候 他对当时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除了带领百姓去跟外邦人征战之外 好像是一个军事的将领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也会是百姓有各支派 或者是各宗族有纷争的时候 就到士师的面前来接受判断 士师要秉公处理来做判断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 士师在当时候就是最重要的 政治跟军事的领袖 所以我们会发现 结果所有的士师中间的 第一个出现的士师 其实就是犹大自派 这位非常强健的领袖 而上帝的灵在他身上 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 我们会发现在圣经中间 每一个领袖的身上 都有圣灵的恩膏 包括摩西有圣灵的恩膏 约书亚有圣灵的恩膏 以至于我们到士师纪 每一个士师的身上 都是耶华的灵匠在他的身上 往往耶华的灵匠的 这个人身上的时候 他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记号出现 比方说他开始非常的勇敢 本来不是够勇敢 可是会来变得很勇敢 他会有智慧 他能够判断一些事情 而且他这个就是有能力 好像上帝就把这个职份 应该要有的一个属灵的能力 完全的加添在这个人身上 这可能就成了一个被恩膏的领袖 他可以在这个职份上带领百姓 然后治理百姓 甚至得胜 争战得胜 因此我们看见 在士师纪三章十一节的时候 就记载厄陀涅对当时候 整个世代的一个影响 耶华将米索颇大米王 古山丽撒田交在他手中 就是交在厄陀涅的手中 他便胜了古山丽撒田 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 哇 这是一个长居久安的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世代 整个世代都在厄陀涅的影响之下 真正的进入到了上帝与他们同在的 而且他们可以享受一个平安的光景 所以我们会看见厄陀涅 他的影响力是渐渐的就成为一个 可以说是全面性的一个领袖 他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全面的影响力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人生开始的时候 都可能是只是一个小小的责任 可是我们会发现 很多人在面对小小的责任的时候 态度是不一样的 有人认为说 真的不起眼的一个工作 不起眼的一个职位 我有很高远的期待 我干嘛要从最小的地方开始 你应该给我更重要的职位 你应该给我更 这个看起来很光鲜的头衔 我才要尽我的权利 那我们会发现 其实不然 有些人他的选择 就是从小的地方开始 他先把小的做好 事实上在小的事情上做好 第一个 上面跟上帝都看见你的中心 第二个其实那是我们练功的一个开始 我们所有的基础功 都是从小事开始 当我们把我们的能力培养起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圣经一直告诉我们 高举飞从东 飞从西 乃从耶和华而来 上帝自然 而且我们的上司 也自然就会把我们放在一个 更称职的一个位分上 因为他相信 我们在小事上做得好 我们在中阶的事情上 也会做得好 所以你会看到 厄陀涅 他只是一场战役 以后他成为犹大的领袖 然后他成了 整个以色列的群体的领袖 他就开始逐渐 他的能力 他的影响力就扩建起来 因此当我们今天思想 以小博大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题目可以来思想 第一个 我曾经在小事上 就开始经历得胜 以至于能够持守我的得胜 一直到我能够成为一个 可以说是稳定得胜 我们常常就发现很多人 是一件事情好像很不错 可是第二件事情就作杂了 这个稳定的 这个可以把事情做到好 其实就是我们能够持守 我们的得胜 的这个过程 第二个 我累积了这些得胜之后 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并且带领其他人 一起来经历得胜吗 我们都发现一个人的影响力 绝对不是指在自己身上 一个人的影响力 他渐渐就会影响他的小团队 然后渐渐他可以影响更大的团队 而他自己的勇气 他自己的能力 他自己的智慧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被建造起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他的影响力就会更大 他会不但自己得胜 很多人喜欢来投靠他 为什么 因为有点是加码在他的身上 因为只要跟着他 就可以经历得胜 那当很多人看见 只要跟随你 就可以经历得胜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绝对会是一个得胜的领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你设计我们生命的时候 就是要我们成为得胜者 求你把得胜者的基因 建置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开发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当厄陀尼也看见 他的主长迦勒的 一个勇敢的时候 他的心也被激发 他成了一个能够在小事上 就成为得胜者的一个人 以至于我们看见他的一生 他在整个犹大之派里面 成为得胜者 使犹大之派成为得胜的之派 主要他最后 主要成为以色列的领袖的时候 他让以色列成为一个得胜的国家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小事上忠心 而且让我们吸引更多的人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经历得胜 主我们谢谢你 荣耀是归给你的 听我们众人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思想以小博大这个主题 我相信今天无论是在 刚刚进职场的弟兄姐妹身上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信息 对你来说是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激励 让我们真的懂得以小博大 让我们在小事上忠心 在小事上得胜 让我们的一生成为得胜者 让我们也成为一个 使别人得胜的领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